一群日本的士兵为何要血洗东京 事情还要从1936年的2月26日说起 在这天的黎明前 日本陆军第一师团中的1500名士兵 在9名年轻军官的带领下 兵分六路前往日本各路政要的住所 82岁的财务大臣高桥士卿 这时候睡得正香 突然闯进来的陆军中尉 一脚踢掉了他的被子 高喊了一声天珠 惊醒过来的高桥 看着眼前的景象一脸懵 随口骂了一句白痴 没想到这名中尉 立刻用手枪朝他射击 为了让这老爷子彻底上路 中尉身旁的一名军官 还挥起军刀给他补了一刀 确定高桥已经断气了之后 这些闯进来的官兵们 还礼貌地向死者家属鞠躬敬礼 然后集体离去 在这晚被刺杀的不止高桥一个人 天皇的侍从长陵木冠太郎 陆军教育总监渡边定太郎 内大臣斋藤石 首相钢田企介等人 也都收到了这种特殊的商门服务 枪声和吵闹声持续了一整夜 整个东京笼罩在了一种恐怖的氛围中 为什么这伙日军 会集体刺杀日本的高官政要呢 想要了解事情的起因 还要从一场经济危机开始说起 1929年 美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场经济危机 迅速波及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作为资本主义链头中的一环 日本的经济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那时候日本换取外汇的主要商品是生司 在1927到1929年间 生司出口额 占到了日本商品出口总额的36.6% 其中95%的生司都卖给了美国 但1929年 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 日本的生司也就卖不出去了 当时日本全国 约有40%的农户靠养残为生 残检的价格一路猛降 大部分养残的日本农户也就破产了 由于受到了残检价格暴跌的影响 日本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也跟着暴跌 地里的收成换来的钱 连给地主的地租都不够交了 于是日本的中小地主们 就把租给老百姓的土地 收回了自己种 那这些连地都没得中的老百姓们该怎么办呢 去城里打工混口饭吃 这条路在当时也是行不通的 日本当时的工业 主要以纤维工业为主 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之后 日本城里的纺织工厂倒闭的倒闭 裁员的裁员 原本从事纺织工业的女工们 因为找不到工作 有不少都回农村待着了 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下 去城里找工作 那更是天方夜谭 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 农村出身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占了大多数 他们得知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挤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而位于社会上层的政客和财阀们 成天还在忙着争权夺利 出于对日本社会的不满 这些平民出身的中下级军官们 就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派系 这个派系叫黄道派 在他们的眼中 日本当前的政党政府 是隔绝天皇与日本民众的误国奸臣 老百姓的日子过的苦 就是那些政客和财阀们狼狈为奸造成的 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暴力革命 打倒贵族和大资本家 让天皇出来亲政 像明智维新那样 再搞一次昭和维新 来摆脱日本当前的困境 在当时与黄道派相对立的 是一个叫统治派的派系 统治派多数由日本陆军的中上级军官组成 他们主张利用军部的现有地位 在对外的侵略战争中逐步扩大势力 从而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 黄道派与统治派之间的纷争 在1935年时到了一种白热化的状态 这年的8月12日 黄道派军官向泽三郎 冲进统治派的领袖永田铁山的办公室 直接用军刀把永田铁山钉死在了门框上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统治派担心这些黄道派军官们继续闹事 就准备给他们来个整体搬迁 1935年12月 驻守东京的第一师团接到了调令 在第二年的3月 他们将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 第一师团是黄道派军官们的大本营 黄道派军官们闭着眼睛都知道 这背后肯定是统治派们在搞鬼 于是准备在调走之前 搞一场大的政变 彻底铲除天皇身边的奸臣们 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在2月26日天亮之前 日本的各路政要相继被黄道派们刺杀 但作为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 日本的首相钢田起届 却逃过了一劫 因为当时负责刺杀钢田的士兵 错把钢田的妹夫松伟传葬 当成了钢田本人 他们在枪杀了松伟传葬之后 就离开了事发现场 首相钢田没被刺杀 内阁也就不会垮台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 就得看天皇御人的想法了 虽然在这场试变中 黄道派军官们 打的旗号是尊皇陶奸 可天皇御人对此却并不买仗 御人得知兵面的消息之后 立即将这些军人定性为叛军 而且每隔二三十分钟 就召见一次侍从武官本庄凡 问他叛乱处理的怎么样了 这本庄凡的女婿 就在叛军里边呆着呢 出于私心 本庄凡在御人面前 为叛军说了不少好话 想着能把这事大事儿化小 小事儿化了 没想到御人直接披头盖脸 给他一顿臭骂 说这帮叛军连个招呼都不打 直接就把我的公公老臣残忍地杀害 这不是把我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吗 绝不能允许他们继续这样胡作非为 你赶紧把这事儿给我镇压了 御人的态度如此坚决 其实背后另有原因 他得知了一个小道消息 他的亲弟弟 制服公亲王庸人 已经准备动身前往东京 御人的这个弟弟 之前和黄道派军官们一直走得很近 这个时候他要来了东京 这场兵变就有可能变成政变了 日本历史上天皇弟弟 杀掉哥哥继位的事儿 又不是没有过先例 你说这御人他能不及吗 但陆军对于镇压兵变的态度 却很暧昧 一直拖拖拉拉的 这时候海军坐不住了 因为这些陆军刺杀的 除了渡边定太郎是陆军大将 其余人多数都是海军出身 海军的人心想 你们陆军马路搞政变 结果拿我们海军大佬开刀 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且一旦这场叛乱成功 陆军控制了政府 那海军以后还能有好果子吃 于是在26日中午 联合舰队司令高桥三级就下令 把正在九州训练的联合舰队 开进东京湾和大阪湾 舰炮直接对准叛军的阵地 连横须和的海军陆战队 也被调到了海军省作为警卫 眼看着海军与陆军的内战一触即发 遇人更坐不住了 说你们陆军还不派兵镇压的话 我也不指望你们了 我自己带着禁卫师团过去镇压 陆军一看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 也就只好动真格的了 2月27日下午3点 东京室内开始戒严 到了28日晚 评判部队已经达到了24000多人 东京的街头 出现了装有高音喇叭的坦克 开始不断广播告军官士兵书 提醒这些叛变的部队 现在复员归队还不算晚 同时还有飞机向叛乱的部队发传单 要求他们立刻归队 这些叛变部队中的士兵们 很多都是让长官给忽悠过来的 在大雪天里又饿了好几天 本身的状态就接近崩溃了 在听到广播和收到传单之后 知道继续抵抗下去就是此路一条 于是纷纷要求归队 叛军的组织者们一看大势已去 也就只好同意放这些士兵们回去 这些士兵们归队之后没受什么处罚 但在整个士兵中起领导作用的17名军官 后来被军部秘密处决 随后日本的军界开始了一场大清洗 12名陆军大将中有9人退出了现役 其余黄道派军官们也都被调离核心岗位 统治派全面接管了大权 226事件过后 军部挟持了日本的政治界 经济界和舆论界 成功凌驾在了内阁之上 他们通过刺激军需工业 与大财阀结成了同盟 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 更是给周边的国家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